别人都叫他陈瞎子 指着他爱酒如蜜 半梦半醒这不良世道 京城的花魁是他唯一的朋友 也只有他知道 这所谓的陈瞎子 正是昔日的战神陈毅 安史之乱后 唐朝迅速衰落 民间盗贼猖獗 于是便出现了一群拿命换钱的赏金猎人 捉刀人 陈瞎子便是其中的一员 除了金子 他行走乱世 内心更尊崇的是一个义字 这日他压着犯人准备回金鳞赏 路过一个小院时 偏偶像的美酒使他走不动了 他想买上二两酒 却遭到女子拒绝 原来今天是女人大喜之日 他正要用这美酒招待钱来贺喜的人 可奈何这陈瞎子不善言辞 我给你磕个头怎么呀 但尼焰还是将他尊为座上宾 见证自己大喜的日子 瞎子不喜热闹 几乎美酒下肚便在马厩边昏睡了过去 当他睡醒正要离去时 却发现这里已是遍地尸体 只有尼焰还活着 但也动叹不得 原来在他睡着时 有一群恶人来到了这里 杀了尼焰的丈夫与兄长 女人也被扭断脖子 但他用假词躲过了一劫 瞎子并未插手 而是将此事告知了官府 官府在得知行凶之人后 却告诉女人 这事就这样算了吧 见对方不肯顺从 官员随口便捏造了事实 将受害者瞬间变成了杀人者 因为真凶正是洛阳城有名的权贵 宇文家族 正当他们准备押走这位可怜的女子时 瞎子拦住了他们 小子 这堂黄水你烫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